我要冰紅茶 特教班學生來到桌邊詢問客人要喝什麼飲料 接著到餐台前拿取飲料及甜點 再送到客人面前 由台灣厚道社會服務聯合會發起 每月一次的等路下午茶活動 這回由泛美國際文教基金會 以及松山社區大學 號召百位社大學員與恩友堂教會 為心智障礙者加油打氣 其實以來就是說我們當然希望能夠幫助這些 身心障礙的朋友們在做公益的同時 讓大家能夠去接受他們 所以我們每次安排的活動並不一樣 那今年比較特別 那其實現場也是有很多表演的部分 因為其實他們在表演上還是可以的 那我們今天就是很期望就是說 能跟他們大家一起去互動 然後度過一個非常愉快的下午 然後最重要的是要增進他們的自信 還有他們的信心 然後讓他們感覺到說他們其實是很 很多人給他很多溫暖的 對那像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我們城市小姐還有我們所有的這個 基金會的工作人員還是會持續的繼續支持 活動安排安康高中六位特教班學子擔任服務人員 希望透過實地練習 讓孩子熟練校內所學的服務技能 增進與人群互動的自信心 我們今天有六位同學一起過來 那因為今天是假日嘛 那在假日有時候家長的安排上面會有他的困難 所以我們呢就是去跟家長討論之後 也請了三位老師過來 然後陪著學生有六位學生能夠參加 讓他們有這個機會來參加這個活動 在特殊教育有關教育部的設定的課程政策上面來講 安康高中我們的特教班是屬於高中階段的 所以他們在職業練習上面呢 是有包括校內的練習跟校外的練習 那我們這一次就是特別讓我們的孩子們 在職業練習上面能夠能夠接觸校外一些職業的訓練 那我們期待他們未來在離開學校之後 他們能夠有一份正直的工作 讓他們也能夠養活他自己也能夠照顧他的家庭 三位剛獲選為陳氏小姐的嘉莉 也前來參加意義非凡的等入下午茶活動 用行動力挺公益 哈囉大家好我是陳玉宇 那我非常的開心呢 今天我們跟陳氏小姐們 大家可以一起來參加我們這個HIGHQ等入下午茶的活動 那我本身呢自己也很常辦一些公益活動 參與非常多的公益活動 所以呢希望各位民眾們 大家一定要一起來共襄盛局喔 謝謝 大家好我是許怡宸 非常開心今天能夠參與這個活動 也希望能夠透過這個活動讓大眾 社會大眾能夠關注到這些朋友 然後希望透過這個活動 能夠增加他們的自信心 活動中還安排哲義樂團帶來精彩演出 以及特奧小英雄點燃希望之火儀式 希望藉由這充滿意義的活動 為心智障礙者與社會大眾搭起橋樑 傳避愛的力量 記者林奇惠台北報導 為心理不斷佳 你好 感謝你們 谢谢大家